现在这个俄乌战争 打到现在双方都没有要放手 尤其最近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了 俄罗斯把克里米亚大桥被炸这件事情 他定调为恐怖攻击 上一次的恐怖攻击 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是俄罗斯智库那个杜金 那个智库叫做杜金 他的女儿也是一样被汽车炸 汽车炸弹把他炸死了 那一次也是一个恐怖攻击 所以俄罗斯现在真的很恼火 不会善罢甘休 那据说反正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之后 那俄罗斯现在好像有好多家的幼稚园 小学有受到了恐怖性 有受到了这个威胁性 那其实在今年的4月份 俄罗斯是有一所幼稚园被遭到攻击 然后有一些重大的伤亡 那所以现在俄罗斯感觉起来 他已经把他的这个军事行动 又再一次的扩大 又再一次的加深了 他可能会把军事行动 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变成反恐行动 都有可能 你看从10月10号开始 俄罗斯一直不断的对乌克兰 发了上百枚的导弹 10月11号又继续长达4小时的 连续的导弹的打击 打击乌克兰 那这一次俄罗斯 他发射这么多的导弹去攻击乌克兰 这一次他的目标不一样 这一次俄罗斯攻击乌克兰 主要是针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 还有军事指挥所 来进行攻击 而且这个攻击到现在 老实讲都击中了所有的目标 好那我们这个昨天也讲过 俄罗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 狂空猛炸乌克兰 这个军事行动 是一个血耻的军事行动 毕竟之前在战场上 俄罗斯不断的节节败退 非常的丢脸 那当然俄罗斯占领的地区太多 他的兵力不足 没有办法全盘的掌控 俄罗斯的武器设备 又没有乌克兰来的精良 最重要的是俄罗斯的心态 俄罗斯他一直想要用最低的成本 来获得最大的收获 俄罗斯他就想说我边打边谈 边走边看 走这个投机的捷径 边打边谈 一步一步惊吞蚕食 他一开始的策略是这样 可是一开始的策略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显得俄罗斯是非常的被动 导致俄罗斯占领了这么多地方 到最后被乌克兰大反攻 又收获了很多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地方 俄罗斯都说我主动撤退 我主动撤退 我保留兵力 我主动撤退 那是他拓面自干 讲得好听 其实讲难听点就是事实上 你俄罗斯如果不主动吐出来这些地方 你不主动撤退 你就会被乌克兰消灭 所以其实他之前 俄罗斯的作战策略是这样 他的整个安排 其实是不太合理的 没有什么逻辑 导致一连串的失误 不好意思 我现在这样看 我现在这样讲 我当然我也是马后炮 那不过再加上美国 一直不断的提供乌克兰 这么精良的装备 这么精良的武器 美国一直不断的提供支援 这件事情俄罗斯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所以俄罗斯压力你说大不大 当然大 大到现在林郑换了一个指挥官 大到现在换了一个 比较有经验的指挥官 那就证明了 这两天从10月10号开始 一直不断的狂轰猛炸 乌克兰 俄罗斯做这个强烈的反击 就向全世界说明 我俄罗斯其实还是很强大的 我在血池 而且换了一个俄罗斯的新的指挥官 有不一样的新气象 这一次我们攻击的目标 也是针对乌克兰的能源军事设施等等 尤其是针对乌克兰的能源民用设施 不断的攻击 以前俄罗斯是不太攻击 乌克兰的民用设施或是能源设施 基础设施 以前俄罗斯是没有这样的 因为他考虑到占领乌克兰之后 这些民用设施 他还要继续使用 他不想要花自己的钱在重建 那我把这些民用设施都炸光光了以后 以后我都还要 俄罗斯都还要自己出钱 太麻烦了 而且炸民用设施 这国际社会的 你看你看你炸民用设施 会指责踏罚俄罗斯 所以他之前的战略 是都比较没有去炸民用设施 或是能源设备 可是俄罗斯终于清醒了 他也发现 如果不去打这些乌克兰的民用设施 乌克兰人民没有任何的感受 乌克兰的生产 乌克兰的生活 好像都很正常 正常到了最后 你看泽连斯基多么的嚣张 是吧 所以他最后现在决定 战略调整 策略调整 除了攻击乌克兰的民用设施之外 包括乌克兰的指挥所 这个军事的指挥系统 俄罗斯也要打击了 因为如果你不打击军事指挥系统 你让这些指挥官 让乌克兰跟美国 他们可以绑在一起 可以指挥作战 那这个对俄罗斯 也会非常非常的伤 那所以现在反正俄罗斯 你就看到他一连串的策略的转变 然后针对乌克兰的攻击 民用设施 能源设施 军事指挥所 这个对乌克兰来说 也是很大的打击 那照之前乌克兰在战场上面 好厉害 一直把俄罗斯打退 然后泽连斯基扬言 我要大反攻 我要把所有的师徒都收复 我要在2023之前 把克里米亚也收回来 美国也在背后 不断的支援乌克兰 乌克兰非常的狂妄 泽连斯基还说 我绝对不会跟俄罗斯和平谈判 绝对不谈判 这么嚣张了 弹跳的这么高 俄罗斯当然也要出来 错一错乌克兰的锐气 所以就是这样 之后有人在猜 搞不好俄罗斯还会打乌克兰的 总统府 这都不一定 那所以拜登现在也很头痛 美国俄罗斯又不能直接的针锋相对 也不能把北约卷入战争 但是又一直不断的要帮忙乌克兰 要提供给乌克兰资源 那这把尺就真的很难掌握了 然后提供给乌克兰这么多的资源 武器装备又这么贵 美国也不可能保住乌克兰所有的城市 它只能保护那个重点 重点就是首都基辅 只能这样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导弹到底用完没 俄罗斯还能够制造出多少的导弹 如果俄罗斯的导弹数量是很充足的话 那俄罗斯就会一直不断连续攻击 连续攻击 那这个时候乌克兰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可是如果俄罗斯的导弹不够 像俄罗斯炸个两三天 停了 安静了 那完了 那乌克兰就会展开大反攻大反击 就会这样 所以现在你看交战的两方 彼此都在试探对方 彼此都在揣摩对方的战略 然后再来决定要怎么样的应对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考验 就看现在俄罗斯的导弹还够不够 就是这样 俄罗斯他一定要打 他不可能不打 他打是为了要打出之后的和平 以前苏联遭到过解体的羞辱 现在俄罗斯如果不打 不挡住北约 不挡住北约东扩 他如果不打的话 现在的俄罗斯老不好 还会再一次面临国家解体 这个普丁绝对不可能让这种事发生 所以他才会不惜一切代价 主动的发起了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俄罗斯要打下乌克兰 并不这么容易 非常的困难 欧洲现在也很害怕 因为欧洲也怕解体 欧洲也很怕俄罗斯打下了乌克兰 然后打到欧洲去了 俄罗斯他们也怕俄罗斯扩张 所以现在大家都非常的害怕 俄罗斯不打 他怕自己国家面临解体的命运 欧洲如果不打 欧洲怕北约面临解体 所以他们都是面临一样的问题 那现在不管怎么样 俄乌战争要谈 绝对不是俄乌两个国家谈 俄乌战争要谈 绝对是美国要去谈 绝对是这样 就像以前东德跟西德 两边要合并要谈 也是美国跟苏联在谈 绝对不是东西德自己在谈 绝对不是这样 美国的最重要的最后最后的目的 是剑指中国大陆 那他现在发动这个俄乌战争 他必须要削弱俄罗斯 但是他最后是剑指中国的 那现在走到这一步 我们看到俄罗斯不可能屈服 那看到欧盟国家 他们也没有完全的听美国 美国最后剑指中国 他一个人一个美国的力量 是不可能对付得了中国的 中国比俄罗斯更强大更难搞 所以美国一定要拉帮结派 美国一定要拉上欧盟的 所有的国家 一起来对付中国大陆 可是中国大陆跟欧盟 两边做生意做得很好 中国大陆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你美国想要拉欧盟 一起对付中国大陆 非常的困难 那怎么办 从俄罗斯先下手 从俄乌战争先开始 让欧盟觉得好可怕好可怕 一定要抱紧美国的大腿 一定要跟美国拦吊吊 绑在一起 当他们绑在一起之后 先一起对付俄罗斯 接下来会一起对付中国大陆 可是反正走到这一步 俄罗斯没屈服 那欧盟国家也没有完全听美国的 甚至最近还传出来了 法国的总统马克龙 这个德国的总理肖茲 这两个法国跟德国的最高元首 要去访问中国大陆 美国就非常的不爽 但是又无可奈何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对美国来说 最好的方式就是俄乌战争 二制俄罗斯 再拉着欧盟一起 那未来呢 要来剑指中国 中国也很怕 中国看到这个状况 万一俄罗斯真的垮了 中国是没办法独善其身的 所以中国也不可能看着俄罗斯倒 那既然是这样 这两大阵营 大家就会一直追加 一直追加 一直不断的投入 所以短期之间 如果要看到这个战争 要结束 我看是蛮难的 然后双方 我看他们也都做好了心理准备 要打持久战 反正俄罗斯输不起 美国呢 就是想要达到他 绑住欧盟的目的 那乌克兰被消耗成这样 但是乌克兰也还没有被消耗殆尽 所以还是会继续的 还是会继续下去的